从刚才的阵势看,工厂地下车间一下子涌出那么多打手,一定是害怕见不得人的勾当被泄露,这才紧追不舍得非得杀人灭口。 不知突然遇上的这一情况,与杰森约迪交给的任务有什么关联? 我一口气跑进了一片棕树林,让身体隐蔽进去,这才顾得上回望一眼身后的局势。 敌人的猎狗只会在平底狂奔,无法渡河,二十多条流着口水的棕色的斑猎狗已经追赶到了河岸,由于不会求水,他们急得嗷嗷干嚎着。 丢在昌浦草上的那件被女孩子穿过的湿衣服,被这些畜生撕成了碎片,七零八落地踩在杂乱的狗腿下。 那家伙一定逃向对岸了。 狭窄的丘陵山体缝隙,最先冲出了一个怀抱猎枪的精兽汉子。 他见所有猎狗都站在了河岸上,伸长脖子朝我所在的棕树林刚好,连忙卖乖地喊给其他场听听。 放屁,他拖着重伤的黑人,外大一个小骚货,绝对没那么快的行动速度,你们都沿着河岸给我搜,没准他们就躲藏在茂盛的水草下呢。 一个光膀子的秃顶,拎着一把明晃晃的板斧,恶狠狠地命令着手下。 哎,看,这里有一点衣服,他们逃跑的时候扔掉的。 那个精兽的汉子又高声叫喊了起来,希望光膀子的秃顶相信,敌人确实已经渡河了。 妈的,敢跟老子玩花招?兄弟们,给我好好地搜索河岸,他们三个没有枪,尽管用你们的猎枪刀斧打击水草下面任何可疑之处。 老子就不信了,会让三个不知死活的狗东西见到明天的太阳。 徒顶恶狠狠地骂完,一把拉过靠近身边的一个厂钉,夺过了他手上的猎枪,对着一束较为浓密的昌仆草,砰的一声射击。 飞散的铁沙,打得水草丛直哆嗦,藏在附近的几只水鸟,吓得急驰而飞。 一时之间,三十多个厂钉纷纷效仿着光膀子的秃顶,朝那些看似可疑的昌伯丛,胡乱射击。 有一个家伙抡圆了胳膊,是长长地砍刀,朝茂密的水草胡乱乱砍,假如只有一个活人脑袋躲在下面,立刻就给劈成两半了。 我抬起右手,慢慢地拽过了一条棕树枝,挡在了脸前,仔细地观察那几十个厂钉。 看他们的身后,是不是藏着狙击手? 这些家伙,各自牵着饲养的猎狗,一发现那件衣服的地点为起点,朝河岸左右严密地搜索了起来。 杜沫和女孩躲藏的地方,敌人一时半会儿不会找到的。 河水流速很快,他们两个整个身体没入水中,几乎散发不出吸引猎狗鼻子的气味。 就算说敌人对准杜沫和女孩头顶的草丛放上一枪,他们头顶坚硬的鹅卵石也可以顶住杀利和铁株的伤害。 那些家伙还牵着猎狗,分左右两组慢慢搜查。 眼看其中一组就要探索到杜沫和女孩的头顶,我必须减少杜沫和女孩子的风险,否则已做的一切将前功尽弃。 我急速缩回了身子,捡起了一颗石子,刚要朝那些对着水草盲目搜索的厂丁投掷,在狭窄的山体缝隙出口,一个满头小辫子的矮兽家伙冲了出来,令我眼睛一亮。 那个家伙,背一把暗红色的狙击步枪,斜跨了一个绿色帆布小包,天气如此炎热,却蒙着半截脸,酷似人者。 显然啊,这就是一个狙击杀手,可能不喜欢迷彩油,使用自制的口罩,遮住了眼睛以下的容貌。 我猜想他在废酒工厂应该先做了一些装备补给,所以到现在才追赶过来。 这是阎罗工厂撒出来的压咒追杀者最后一张王牌了。 那些牵猎狗的厂丁见到蒙面小辫子的出现,立刻欢呼雀跃,兴奋地不约而同地围拢过去,犹如陷入困境垂死的人突然看到了救星。 家伙,河岸已经搜索过了,根据猎狗的反应,那三个家伙应该到了河的对岸,藏到了对面就连后侧了。 光膀子的徒顶低头功倍,摆出了一副猎狗靠近熊狮时的偷肉姿态。 看得出,这些厂丁很惧怕悬崖,个个唯唯诺诺,仿佛等待神明的宣判。 你们到这里多久了,有没有发现可疑的迹象啊? 寻妖向前走了两步,摆脱围着她的场地,朝我潜伏的这片山头来回观察。 大概有十分钟,我第一个从家道撑出,发现猎狗们集中在河岸狂豪,咬着他们扔下的一件衣服。 这三个家伙的背影正好消失在协队岸那片棕树林里。 精兽汉子积极答复,同时抬起胳膊,满脸虔诚地指了指,我刚钻过来的棕树林。 他们说话的声音很大,仿佛故意给别人听到。 那怎么不冲过河岸继续追赶呢?搜索河岸的水草是想抓鸟吗? 精兽汉子连忙抢白,本想起追,可是…… 说着他故作慧言之色,朝光榜子的秃顶飘了飘。 悬崖没有答话,沉思了便客,对那个光榜子的秃顶打了个响指。 那家伙像条刚挨过了鞭子又被召唤的狗,内心惶恐又强颜堆笑地哈腰凑了过去。 铁面磨人死了,我见他躺在草地上,侮辱咽喉很痛苦,于是用手中的枪送了他一程。 他生前是我的好朋友,现在去了黄泉,路上一定会寂寞。 悬崖化卫说完,一把掐住了秃顶的咽喉,屁股后面闪出的右手,钻着一把正亮的牛耳尖刀。 没等其他人反应过来,秃顶已经圆眼大睁,破腹之痛令他周身紧缩,虚弱地勾楼。 这个部组一百七十公分的小个子,看似T形受销,杀人速度和力量却出乎常人的预料。 其他场丁吓得忙退后几步,刚才那股亲密的讨好劲早已不见踪迹。 他杀了铁面膜人,你知道那个家伙极度危险,所以不赶紧追,故意琢磨作样地在岸边搜索。 昔日对你的训练就腻为你这副滑头嘴脸。 说着,把扎进了秃顶腹部的尖刀,猛人拧了一下,鲜血顺着进一步张大的伤口哗哗地流了出来。 我趴在山头,看得心惊肉跳。 现在我明白了,突然出现的这个矮烧的家伙,像极了传闻中的八大杀手之一,九命悬崖。 听名字就可以想到,用一条命去杀一个有九条命的对手,有多么困难和危险。 好了,大家都回去吧,这事不要对外声张,就说已经抓住他们三个,弄死之后丢河里冲走了。 悬崖大声说完,拔出了腥红的尖刀,把掐住秃顶咽喉的左手往上一提,抬起右腿猛地踹飞了尸体。 哗的一声巨响,沉重的秃顶砸进了奔流的河水。 悬崖扭转过脸,示意金兽汉子过来。 金兽汉子赶紧虔诚地跨步靠上前。 他知道,自己不会不脱顶的后尘。 其余场丁虽然吓得战战兢兢,但也不敢围拢在悬崖身边。 经过了一阵稀稀缩缩的窃窃私语,悬崖把狙击步枪与分布包顶在头上,趟着河水慢慢走了下去。 其余场丁立即分散开。 十个家伙各自牵着猎狗,彼此大声招呼着。 哎呀,走了走了,都回去了,就说三个家伙被我们打死丢河里了。 要是哪个说漏了嘴,搁起他的舌头喂狗啊。 其实,我钻入宗树林的时候,金兽汉子并没有看到我的背影。 他对贤压说看见了我们三个人钻进宗树林的背影, 纯粹是在刻意夸大事实,由于无意地捏造和延伸看到的情况。 可见此人呢,很会把握良机。 记住今天这个机会,让光膀子的秃顶死在悬崖手里, 一来呢,铲除一己,二来,也不会有人提出异议。 假如说哪个不长脑子的家伙,非要分辨经受汉子说的真假, 也就等于找悬崖的不自在。 这些简单的伎俩,悬崖心知肚明。 他身为传说当中的八大杀手之一, 能活到现在,什么样的人和事不曾经历过呀? 现在这个家伙的治理程度远比他的杀人手法高明啊。 悬崖头顶绿色翻步脚包和狙击步枪, 很快求水到了对岸。 他像追踪猎物似的蹲下身子检查河岸的脚印, 以及被踩伤的草木。 塞尔摩顾佣兵最擅长血腥肉搏, 能用匕首载掉挥舞铺刀的铁面模仁, 并且攻击部位特殊, 看似小刀口却极其残忍致命。 悬崖应该意识到了这些, 所以才如此谨慎。 他这么晚出现, 说明他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决定狙杀掉我们。 那个家伙不仅背着狙击步枪, 腰间还有两把FN57手枪, 和海盗头领杰森约迪使用的手枪是一模一样。 这种好东西若用在几个犯罪流氓的手里边, 充其量的不过是一把手枪, 而别在悬崖的腰上, 那威力的发作绝对是蒙虎天意。 但是现在周围环境全变了, 我只有一把匕首, 用来解决眼前的困难, 无异于拿着圣经去赶化一群思意作乐的恶徒, 自然会凶多吉少。 悬崖跨了的绿色帆布小包, 里面鼓鼓囊囊的, 不仅有充足的子弹, 更有不少食物和淡水。 他只要攀登上丘陵山头, 站去高处后, 找个地方潜伏下来, 那么我只能憋在树林的绿叶底下, 活活饿死或者渴死。 当然了, 假如我熬不住, 悄悄靠到河边去偷喝几口水, 脑壳便会立马开花。 面对悬崖, 天黑之前, 我不会采取任何的行动。 太阳像个火球燃烧了一整天, 直到黄昏时分, 才将烧透的球体 缓缓坠入一座座丘陵后面。 昏幽的光线, 犹如木布似的垂落下来, 遮住即将上演的一场杀鸡。 重鸣开始吵闹的时候, 我缓缓地伸展开体魄, 朝最优良的狙击位置爬去, 这片丘陵后面, 也是一片开阔平坦的草地。 如果拖拽着杜沫和女孩穿越, 即使说奔跑再快, 也没有办法在悬崖登上山头后, 瞄准射击时跑出敌人的射程。 悬崖明白这一点, 他知道我们三个最可能的隐藏的位置, 不外乎山脚下这片茂密的棕树林, 而且我们没有淡水和食物, 因此他不会冒险追进树林, 那样等于仰短必长失去了自己的优势, 他只会乐悠悠地趴在高处的山头, 只等我们煎熬不住的时候, 自动暴露在他面前。 最高的一座丘陵哥的山, 形状酷似低头翻看肚皮的星星, 那里是这一带最好的聚集位置。 只要悬崖不知道自己面对的敌人 是一名幽灵狙击手, 那他必定考虑不到太多, 而是会满怀信心地趴手在那里, 监视山后的大片的草地, 只等我们三个微微缩缩地出现在地平线上, 九龄山体比起山剑的山峰岩壁并不怎么粗糙, 石头表面苔显示的小草非常柔顺滑溜, 令我像蛇一样爬得很快, 没有多久便伤到了半山腰。 月亮并未如期升起来, 或许说它已经升起到天空, 但是因为飞消工厂的污染而被阻隔在了人们的视线之外。 记得在荒岛的时候, 当我转移诸如野人的七个宝箱之后, 奔跑在山峰顶部, 夜空里的点点繁星亮得晃一眼睛, 仿佛伸手就可以摘下来。 脑中回忆着过去, 即使那些日子也保经风险, 可是卢雅、衣梁、池春都在身边, 我的灵魂寻觅到了快乐, 此刻的想念充满了无限的牵挂, 我知道这是爱, 内心伸出那双伤痕累累的手, 正为此而坚持不懈, 继续从痛苦深渊往上爬着。 月亮确实升起在夜空, 但已躲进黑幽幽的云层里, 我此时已经匍匐到了丘陵顶部, 接下来要从高低起伏的山顶 再慢慢地逼近悬崖可能辐射的狙击位置。 丘陵顶部的棕榈树长得稀稀拉拉并不繁密, 幸好有些腰高的薅草使不能潜伏在里面, 像猎豹躲在枯草后面伺机扑追羚羊。 山地顶部最高处, 酷似一只金元宝的形状, 四周郁郁葱葱的绿草正好了可以虚掩起狙击步枪的枪管。 今夜没有月光, 悬崖猜到我们也许会摸黑逃跑, 她的不以为意实则放任另一种杀害的发生。 因为在我掩藏好杜沫和女孩从核草下面求上岸时, 女孩突然急松松地提醒我一句, 丘陵后面这片开阔草地是以前滞留下来的地雷区, 白天经过的话可以看清雷针旁插着的木棍绕开走就可以了, 但是晚上万不能胡乱穿越, 不然的话整只身体会炸上天, 落下来的却是尸体碎块。 悬崖很了解这种情况, 所以她宁愿听到我们被炸上天的声音, 也不会主动地同我拉近距离, 引发惨烈的血肉搏动。 我的推算没有错, 匍匐缓缓进行, 当距离丘陵顶部最佳的狙击位置近乎三十米的时候, 我的身体便不敢再动了。 前面一片黑乎乎的, 隐约看到一棵大棕榈树的轮廓, 周围挤着匆匆郁的薅草, 握定睛凝视着模糊幻灭的景象, 瞳孔慢慢放大, 然后侧目定格。 不一会儿, 视网膜上便捕获到了细微的异动, 长长的薅草丛时不时的有几根草莖微微晃动, 想有一只刚睁眼的野兔幼崽, 迷失在里面出不来。 我很清楚那极可能是悬崖, 它在吃喝东西或者挠痒痒。 悬崖周身一物果的远比我严实, 这家伙占尽了地利, 山头的草丛里嗡嗡乱飞着很多黑褐色 和花脚蚊子。 它们好似看出我不能乱动, 不敢像平时那样一巴掌把它们拍成一滩血子斑斑的肉饼, 于是抓住了时机, 疯狂肆意地扑咬我。 我的爬行速度刚一放慢, 脖子和脚腕上便起了几个疙瘩, 即使刺养难耐也得忍住不去挠, 不然的话就会引来悬崖的子弹。 距离天亮足有十个多小时, 而我要用这十个小时爬完三十米的距离, 也就是说我得像空气一样悄无声息地接近到悬崖身边, 一刀抹断它的脖子。 只有保持比蜗牛还慢三拍的速度, 才能一步一步安全地接近敌人。 我几乎是用左右手的食指和拇指 捏住薅草根部发力, 使身体在意念作用下朝前推移, 只能这样才不使静止的薅草异常地晃动, 因为今夜无意私风。 附近的草丛里幸好没有锅过或蟋蟀之类的名叫小虫, 不然的话, 我的逼竟会被悬崖的听力察觉到的。 杜墨在河水泡了一下午, 这会儿不知道挺过来没有。 杜墨和女孩应该听到悬崖已经背起了狙击步枪过河, 他们两个必须借着黑夜游过河岸, 甩掉持猎枪的场丁, 夹在悬崖和场丁中间太危险了, 天色一旦放亮, 再想移动半步, 都会丧命呀。